保有着远古模样的萨哈拉 以沙漠为根据地的伯伯尔游牧民族 数千年以来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 爱伊萨乌西过来挤水 这是一天工作当中最重要的活儿 在沙漠中水的管理是否得当会影响到生存 烹调食物时连一滴水都不能浪费 它们会只用一杯水就可烹调出了不起的食物 那就是面包 面包比在烹煮小麦粥或是面条时 不仅可以节省五倍以上的水分 而且又具备有烹调时间较短的优点 我们通常是把面包埋放在沙漠灰烬里 然后焖烤二十分钟左右 只要放在炙热的沙漠堆里面就行了 如果说面包上面不熟的话 就翻过来再铺盖上炙热的沙漠 在炙热沙漠中焖熟食物 是伯伯尔族长久以来的传统 这是从文明诞生之前 就已经开始流传下来的原始方法 根据推断 人类已经在三千年前开始 利用这种方式来烘焙面包 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游牧迷们 需要吃得更快速又简便的素食 而且大家都知道 那个东西就叫做面包 以面包为主食的时代 开启了文明的序幕 啊 这是平常我们所吃的面包 最早的面包和现在的面包 最大的差异就在蓬松胀起来的地方 那么人类是从何时开始 吃起这种蓬松胀起来的面包呢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古埃及文明 至今仍拥有着威武雄壮的规模 与庄严盛大的姿态 饮食研究专家 马格达·埃尔麦道也是 陷入着经验的魅力中 数十年来 持续不断地研究着埃及古代料理 法老神殿的后面是古物保管仓库 在这破旧古迹的一个角落里 留下了吸引住它的遗物 那就是面包的痕迹 这里有制作面包时 所使用过的各种陶器 过去呢 人们用这陶器制作面包 这里至今仍留有破面的痕迹 在这陶器中 留下了比我们想象中还多的资讯 具备高科技知识的古埃及人 以丰富的古物生产为基础 已经将面包当成为主食 甚至连古希腊人 都称他们为吃面包的人 在这陶器里面